第四季 地方浅窄在床上开 重点是这个15mm的基座 以为我过去这一年做尖为了什么 就是为了它,你相信吧 这盒也重,绑合线 重手,可以用来举 小那边开 哈啰!大家好,我是小周 剛才經歷了大約三個小時的時間 我組裝了 我現在就只是機左軚環 他們牌子提供的 我沒有裝到那個筷子 那個驅動就跟一般 其他牌子的軚盤驅動差不多 都是可以給你調教一下軚盤 轉到多少角度 有列出來給你的 不用你說逐個逐個教 你可以直接在這裡設定 設定207、306、504、702 如此類推 然後機座設定 扭力 這裡 這一堆 我暫時 昨天要試一試 玩了幾個遊戲 比較適合我自己的 是這一堆力度 因為我本身自己的車架 是在用PC Challenger 比較意外的是裝得到之餘 又玩得到 比較可惜我就用不盡它的力度 然後就設備這裡 可以讓你檢查 角度正不正常 你可以調教置中它 還有其他按鈕的 對應之類的就在這裡 值得一提撥片幾爽 但是我之前試過 嗯 即是講不講其他牌子 哈哈 正如之前試過 CMagic那個 M10那些 那些撥片呢 就比較重手一點點 是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它 這一個是故意弄得這麼輕 還是什麼原因 我略嫌其實撥片可以再重一點 是的 可以再硬一點 還有它這個驅動 其實可以有一個手機APP 你可以做一個登錄 連動它 即它會有一個二維碼 給你掃回來 然後去對應登錄 應該是 但我沒有搞 因為它好像說明書那裡有說 好像暫時只有IOS 當然地 應該問官方 可以拿得到 即是APK那些 可以安裝Android 但是 廢話 懶得搞 OK 那現在就 先試了AC 先試一下 以AC來說 我拿下去 即是以我現在這個設定 其實都很像我之前 我之前 即是拿M10的時候的感覺 是的 但是暫時 如果我拿下去 是 還是 還沒習慣過軚環 因為始終大過我平常用T-300那些 是的 這個環比較大 即是可能 對於 我扭軚的時候的一些角度 啊 反應啊 力度等等 我要再適應過 是的 即是 即是之前 擦開T-300就比較細環 即是 例如 我好像這些發球灣那樣 然後我們扭軚的角度 是的 我要再 適應過 是的 即是 以前上班那裡 用Fanate那些 就 正一點 我自己覺得 即是我們 我們鬥群共中國 那裡用的那些 應該是DD-1 即是Fanate的DD-1 那些 那些 一再上一個級數 是的 畢竟你說性價比的話 就 其中 近這幾年 一些 一些國產的牌子 是的 即是性價比 就真的不能輸的 即是能夠給你幾千元 然後就已經 玩到一個直驅的體盤 即是比較主流 即是T-300 C-923那些 比較平民那些 但他們的品牌 可能因為賣貴了的關係 即他們都要幾千元 即那些幾千元 你可以整套買完 即連腳踏 連軚環 那 國產這堆 你幾千元 就是 可能是先買了基礎 然後 可能再加多千多元 加到軚環 然後 又加多一點 去買腳踏 這樣 那大約 可能你會比起 就買天生白 可能你要加多兩三千元左右的 價錢 但是你是直接上直驅 好 接著我們就回到ACC 對 那 畫面比較漂亮 基本上設定那裡 我都 接近原裝的 只是設置一些扭掣 即是可以調整 T-C 那些東西 那 力度那方面 我都沒有怎樣移動過 那 都是 原裝 那樣 我用起來都 正正常常OK 那樣 照玩 當然 當然 可能 遲下可能 會再收拾一些細部位 那現在就 出來轉回單人 始終 有車在 哈哈 比較難分心說到話 對 那 還有 都叫試一下這個場 就是我比較 叫做 熟一點點 喜歡玩 對 還有在直驅方面 我之前就 用直驅玩 是 叫做玩過這個場 所以叫做 可以比較一下 我也是在朋友玩過 幾個品牌 不論是C-Magic 或者是MOSA 或者是Fanatec 就是 幾個都玩過這個場 還有講講我現在的腳踏 是TLCM 來的 那 之前就是跟他們談了 就是他們會 寄意 幫我申請這一套 軚盤過來的時候 那時候就 那時候就談 腳踏那方面 就 我要自己準備 要用一種 是要 可以直插到電腦的腳踏 是的 那我當時 原裝T300那個 就不行的 所以就 我就 換了這個TLCM 是的 那 那 這一套 可以叫做 我第一套 真是裝在家裡的直驅 是的 真的 謝謝他們 這次肯給我這個機會 是的 那接下來 我也會幫他們 出 多些片 那 在這裡講一些 他們這間公司的背景 其實他們是做開一些 小型賽車 和 電動超跑的一間公司 是的 其中一個特點 就是他們 這些軚盤 應該是經過某些接駁之後 其實可以 你直接在卡仔上面 玩回ACC 即是玩回SIM 然後又或者 你SIM的軚盤 可能 就是他們品牌那些 然後駁回到他們的卡仔裡 都可以用得到的 然後他們近期都出了一個 比較 輕便 就是 類似可能 C29 那些 可以 夾在書桌上玩的 那些軚盤 是的 我也有見過 真的挺小的 很小的 當然 你的軚盤面 那些 你看起來就比較玩具化 詳情都可以上他們的官網 看看 可能 你關於那些保養 維修等等的東西 其實 他們CAMBUS這裡 即是他們公司都是在深圳 比較近 其實就 遊記回去應該都可以的 暫時 它都是屬於PC平台 如果想玩回GT 玩PS4 PS5 那邊 暫時是未支援的 不知道轉插器那些 用下去 好不好 對了 這東西可能要再上網找一下 或者我看有沒有機會 弄到舊回來試一下 還有這些 看環這些位 這些紅色線 這些 我比較擔心 它會不會 很容易爛 會不會爆線之類 那些 整體摸起來的質地 就蠻好的 然後大家可能見到我的螢幕 維修了R2V的遊戲 還有我昨晚有試過 設定方面 我不知道它怎樣對應撥片 所以我昨天試的時候 是用自動波的 用自動波是運用正常的 是玩得到的 講到盤面的按鈕 其實我略言它那個數量不太夠 即是可能我這樣玩AC ACC 可能會夠 但是如果 剛好我們拿到一些方程式的時候 那些按鈕是不太夠 雖然你說它後面 或者機座這裡 另外還有幾個按鈕 但是 當你在玩 即是拿到的時候 你很難會伸手在後面按鈕 你集中肯 在比賽的時候 之類 這一點 我覺得它可以再在盤面方面 就 著手可以加多一些按鈕 或者索性可能把機座那些按鈕搬上來 最後就 放多一條我畫AutoV的影片 這裡就 可能不說話 集中一點 在這裡 那些天 有 列面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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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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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